今天其實也很開心我們第二位來參與我們的貴賓就是孔少 我相信大家都認識孔少嘛 孔少在這幾年非常的紅對不對 帥啊是不是 好帥啊 人帥很好啊 很開心能受到東元哥的邀請 其實我第一本咖啡書其實是東元大哥的喇花書 之後在咖啡其實也讀到有大哥的故事 然後其實在不同的 喝杯好咖啡也有 對 中元咖啡也有 所以其實很開心能受到東元大哥的邀請來參加大活動 謝謝 那我們這個部分其實就是希望介紹在我們 我們每年中年慶除了所謂的中年慶的故事概念之外 還有咖啡豆的部分 當然另外一個人創的就是創意咖啡 那我相信很多人認識我 不光只是拉花 除了拉花之外 其實創意咖啡是很多人認識我們另外一個原因 那為什麼會喜歡創意咖啡 其實跟我喜歡調酒都很大的關係 那我自己其實在安北做咖啡之前 其實我就很喜歡調酒 我很喜歡做飲料的創作 我很喜歡去學習 產品行業不同的東西 那因為我認為大部分的消費者 尤其是在我早期的那個年代 就像咖啡2004年剛開始成立的那個年代 其實很多人對於黑咖啡這件事情是不能接受的 對 我覺得其實現在還是蠻多人 對於譬如說在黑咖啡的時候 這樣比較酸的咖啡 就是他們覺得比較火酸比較豐富 其實事實上還是蠻多人 對於精品咖啡我覺得還算是比較陌生 所以說市場其實還是蠻大的 對我來講 你怎麼去讓更多的消費者會喜歡上咖啡 我常常會告訴大家 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咖啡人員 那你們都對咖啡很親愛 你們都對咖啡非常的熱愛 你有很大的熱情 然後你也想要把咖啡表現得很好 可是各位每天只喝咖啡嗎 你不吃其他的東西嗎 你不喝其他的飲料嗎 應該沒有吧 我相信很多咖啡人對於生活 我對於飲食都是很熱愛的 所以我覺得怎麼去讓咖啡跟生活當中 其他的食物 其他的餐飲行業的領域 做串接 而去變成一個很好的媒介 去讓更多人喜歡上咖啡 所以創業咖啡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運用這樣的方式可以讓更多的人接受 所以我今年的主題概念呢 當然既然是蜜蜂嘛 所以一定就是蜂蜜 所以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用的蜂蜜它很特別 它是台灣的蜂蜜 然後呢 這個蜜是叫雲章之下 所以基本上它是不是就在雲林彰化的這個區域 然後呢 它是夏天彩的花蜜 那其實夏天的花蜜呢 並沒有辦法像春天的花這麼多 但是也因為這樣 代表它要更新型的工作 它才能夠產出這個蜜 而且這個時代 這個階段的蜜的風味其實不太相同 然後呢 它比較採集一些草本的一些植物 這些花 而去收集起這些蜜 然後去形成這個花蜜的味道 那東元哥試過了 就是說像國外的蜂蜜 跟台灣的蜂蜜最大的差異性在你覺得說 覺得台灣的蜂蜜的香氣比較飽滿 那國外的會在味道 在甜的部分 跟它可能在吃到的時候的風味感受 會比較鮮明 所以我們也希望這個春天咖啡 有更多背後的意義 包含在裡面 所以說呢 這個花蜜呢 它在我測試的過程裡面 我發現它有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味道 你要猜一下嗎? 因為一般大家可能想到 念什麼龍眼蜜啊 或是荔枝蜜啊 帶有某種水果的香氣 對 某種水果 比較像是熱帶水果 比較像熱帶水果 因為熱帶水果其實的範圍就還蠻還蠻廣的 等一下馬上來試試看 好 你要拆嗎? 拆到很糗了 我們請空紹給試一下 你可以發現 這個蜜拆封的時候 它是會結晶的 對 這個就是純的蜂蜜 因為它的葡萄糖的含量比較高 所以它就會產生這個結晶 餵它 餵它 它很甜 然後酸質其實還是有一些 就比較像是有點像鳳梨的感覺 是鳳梨嗎? 是是是鳳梨 我們又搞過Q了 所以 所以 當我那時候試到這個蜜的時候 我還蠻驚訝的 直接吃 可能很多人就會覺得有一點點奇怪 因為跟它印象中的 其實直接吃還蠻好吃的 你也是第一次為男生吃蜂蜜 對 所以當我試它這個蜂蜜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用這個 原因也是因為 它其實很像是有一點 帶有一點發酵味的 有一點發酵味 所以是跟我們的蜜蜜蜜 的概念是很像的 所以我試到它之後 我就 我的腦海裡面就告訴我說 就是它 那很多人其實都會常常問我說 為什麼我都可以做出很多刷咖啡 當你要做創造的事情 代表你腦海裡面的東西要夠多 就是要有不同的組合 對 然後去找出最佳的組合 對 所以你如果老大人 因為出藥庫的東西不夠多 對 你其實就沒有辦法做組合的事情 那怎麼去豐富自己更多的體驗 日常生活 不管是茶也好 或者是咖啡、酒 或者是各種飲食方面 其實都會有不同的風味 那像我們在學習 例如說咖啡有咖啡的風味 有酒的香氣品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你可以透過不同的 不管是香水或者是氣味 放進你的資料庫裡面 然後去學習 然後更應用到食材 或者是創意 不同的體驗 我覺得體驗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去記憶 然後記住這個味道 然後再去反覆思考 這個味道大概帶給你什麼樣子 就是你可以聯想 比如說像是鳳梨會聯想到什麼 會更好去記憶你的香氣和風味 是 所以我相信 怎麼去豐富自己的感官體驗很重要 就是盡量不要挑食 盡量都去試一些不同的食物 去產生你的味覺跟嗅覺的記憶 那這個時候其實你還要有另外一個能力 另外一個能力就叫做想像味道 好你資料庫裡面有了這些東西 你怎麼去想像 這兩個東西 這三個東西被組合在一起 如果你有想像味道的能力 你其實在創作這杯飲品之前 大部分我其實只要做一點點配方上的修正 其實這杯飲品就完成了 所以我相信除了建立資料庫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訓練自己想像味道的能力 那我們接下來當然就來示範一下 那除了我們的咖啡之外跟蜜之外 當然我剛剛有講到平衡 如果說我今天只有咖啡的風味跟蜜的風味 那雖然這個蜜有一些鳳梨的味道 但是可能它的平衡度還是無法被展現出來 我們剛剛有說到 這支豆子其實微端會有一點香料感 所以我就特別用薑 對我們自己煮這個薑的薑 這個薑也是台灣的薑 對是台灣很普通的薑 那我們是用嫩薑的部分 我們不是用老薑 因為老薑會太嗆 用嫩薑的方式把它煮成薑層 所以它可以幫助我們的咖啡在尾段的部分 去增加平衡度的感覺 那就讓我們喝完之後 其實的甜蜜的感受不會那麼的強硬 對這也是我想要去讓每一種不同的材料 它是很均衡的被放在一起 你會喝到每一種材料的味道 但是你又會感受到每個材料在前中後 不同的變化性 跟我們講的喝完之後最後的品牌感 那這就是我們希望去表現的部分 那我們也因為這樣 其實我們也特別又做了一個商品 那這個商品 可能大家看到這個品質 應該想要的就是冷脆辣味 但是其實這個不是 這個是濃縮萃取品 因為我們在思考今年的概念 我們都希望說讓更多人在家裡 對更容易去做出我們今年的概念的東西 所以我們直接幫你們把咖啡萃好 然後做這個雙來咖啡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這個萃取液 我們就不用去動用到 龐大的義式咖啡精的部分 我們剛剛還沒有介紹到 我們還有加入一個材料就是 Cascala 就是咖啡的果乾茶 那咖啡的果乾茶呢 我相信可能對於很多消費者來講 都沒有喝過這個東西 比較陌生 所以要不然 Cascala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Cascala 喔 真的嗎 其實我覺得咖啡果乾茶 對我來說其實是蠻 你可以 據說瑕色是不同的品種 它其實也帶有不同的香氣 我覺得像Gensha好了 咖啡的果乾茶其實帶有非常多的花香 那我們在做咖啡果乾茶的時候 有時候其實很簡單 其實加入熱水 其實就可以 其實就是像在喝開茶 或者是一般西式茶的方式 就可以非常方式去移動 對 咖啡果乾茶的時候 其實在我們講在咖啡的時候 其實它是Coffee Cherry 那我們在Coffee Cherry 處理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把外面的果肉 給去除掉 然後再做不同的處理法去做處理 那剩下的一些咖啡果肉 其實有時候就會被利用 所以其實像剛剛公紹就有提到 所以它其實是一種 薑果類的東西 那你可以想像薑果類的果皮 跟果肉 例如說蔓越莓 跟桂圓 曬乾之後 的這個桂圓乾跟蔓越莓乾的味道 它其實就有一點像Cascala的味道 所以我們可以運用這樣的風味 去融入之後 我們是不是增加一點點些微的 桂圓的這種甜感 然後呢 跟一些所謂的蔓越莓的酸度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讓它融入在這一個 創意咖啡裡面 讓它的甜跟酸的層次 變得更有趣 為什麼要用Cascala 當然也就是因為它是咖啡的產物之類 Cascala一樣是來自於沙瓦多 那所以我們就先把我們的Cascala 先放大概一湯匙 像我們在這邊的話 未來可以買到比較單獨的 我們現場其實都有販售就是Cascala 然後我們現在加入熱水 大概是100cc左右 那我們會先做這個動作的原因呢 它需要做一點浸泡嘛 所以我們就讓它浸泡 大概4分鐘左右的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攪拌一下 先讓它就是把火乾的味道充分的去融出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進行其他的部分的準備 然後呢 我們等一下呢 在製作的時候呢 我們現在需要把咖啡的濃縮液的部分 然後可以倒出來 我們用的濃縮液的部分呢 大概是用50克 那接下來當然就是要放我們的蜂蜜的部分 我們放大概25克 飲品的平衡度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之前在去年就有邀請那個咖啡倒酒的冠軍 那也說到其實在酒杯跟咖啡的平衡度 其實是取分非常高的關鍵 所以在不同創意的飲品當中 我們覺得其實平衡度其實非常高的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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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個蜂蜜的甜蜜的感受 各位也可以聞一下 所以說呢 我們稍微攪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把我們的薑汁 放進去 那薑汁放的量大概就1克就好 OK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基底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再介紹一下我們等一下會在上面 雖然好像是裝飾物 但實際上也是我們會當作飲品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自己把鳳梨做成的鳳梨乾 所以你可以聞到它的鳳梨的香氣還是非常的飽滿 那我們其實不會再放鳳梨進去 可是當你在飲用這一杯飲品的時候 你會聞到很濃的鳳梨的味道 你在飲用的過程也可以去吃它 另外的話我們就把我們的薑也做成了乾燥成薑片 所以說呢我們可以運用這樣子的材料 你可以聞到它的香氣 然後你也可以讓它就是在飲用的過程融入在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又缺了一個顏色就是鳳梨的葉子 阿斯卡拉其實差不多了 那各位會覺得 欸為什麼要過濾到咖啡裡面 我們在過濾進去之後呢 是不是代表說我們的果乾茶 其實會跟剛剛冷的咖啡就混合在一起 這個時候呢它的溫度其實就會是一個比較低一點的狀態 那為什麼會用這樣的狀態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的蜂蜜不可以在60度以上 我們要並行一個shake的動作 把我們的材料倒進去 Gossau有shake過嗎 哈哈哈哈哈哈 好shake的時候把拇指可以放在這邊頂著 然後你的手用點的方式接觸 然後這裡把它拿著 然後放在你的側邊 用你的手腕 我放旁邊 我都往旁邊 然後呢我們就把shake好的咖啡 其實就可以倒到我們的杯子裡 不要泡泡 然後呢 我們開了上蓋之後 你會發現它有比較多的泡沫 那這個時候把一些泡沫倒掉之後呢 我們再把冰塊連著泡沫 然後倒入到我們的杯子裡 這樣 好 來 過來 你以前很厚 你以前很爽是 是我熟的 我要去冰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看一個比較漂亮的 就是鳳梨把它放上去 哇 感覺都來了 歡迎歡迎 然後我們的薑 把它瀝起來的感覺 然後呢 再挑一片漂亮的鳳梨的葉子 把它放上去 這樣子就很有 很有成就感 所以你在家裡面其實是不是就可以很輕易的 像做出一個非常漂亮的創意咖啡 要久了 好 整個步驟大概就是果乾茶先做 然後再來就是濃縮咖啡液 對 濃縮咖啡液之後再加入 蜂蜜 蜂蜜 蜂蜜跟 米克的醬 對 然後再 我們 再加入果乾茶 對 好 我們大雙會把整個配方 其實也都會公布在網路上 嗯 所以大家其實想要去 在 自己去製作出這一杯 然後再加上咖啡 其實也會非常的容易 那我們當然就請 紅燒來試喝一下 自己做的 你可以先聞到 有沒有 鳳梨的香氣 然後呢 再喝一下 咖啡的部分 所以你會喝到 很多層次 對 先從 咖啡 蜂蜜的味道 好 跑出來了 然後蜂蜜的那個鳳梨 的味道 就開始又出現了 是 然後呢 尾段會有一些薑的味道 那中間會伴隨著 Cascala Cascala的味道 在尾段又 還會再跑出來 喝起來 不會有 負擔 雖然感覺好像有很多材料 但其實非常順口 對 所以我希望這個 窗麵咖啡就像我說的 它是一個非常平衡 非常順口 而且它每一個材料 都表現出它的風味 我覺得這樣的東西 才能夠讓更多的人喜歡上咖啡 更愛上咖啡 那當然你在野農的過程 你也可以吃一下我們的水果乾 然後再喝一下我們的咖啡 所以你就會產生一些不同的層次的感覺 就是這裡可以直接 對 就是這裡 那謝謝 謝謝 謝謝光寶